沿着佛陀弘法路 心灵弟子迈大步 佛陀牵着我们手 仪式修成跟着走 普度众生为己任 弘法度众报佛恩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慧命难求 因为人现在都是假心假意 所以人的真正慧命早就被遮盖 师父还说 自己不真心 哪能换得别人的真心 就等于自己拿着假钱 天天想去买真的东西 哪儿买得到呢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今天看到佛光普照的阳光 想想光明如来至高无上的师父 眼泪哗哗 在苦空无常的娑婆世间 本来就是还债 本来就是还债 承受 担当 了阴 了缘 了凡尘 突然不想执着杜先生了 师父给我们指明了路 告诉我们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也给了五大法宝 扫除障碍 并一路大放光明 告诉我们要好好念经 勇猛精进 学白话 听开示 破我执我向 严守戒律 行八正道 至彼岸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 南无 释迦牟尼佛 感恩 南无 大慈大悲 观世音 菩萨 感恩 伟大的 恩师 我分享 修学 心灵法门 三件 灵验 事例 分享 一 我女儿 2020年 二月 突然得了 急性白血病 住院治疗期间 菩萨 妈妈 慈悲 让我在一次 乘车途中 认识 林师兄 得知我女儿 病情后 林师兄便叫我 学佛念经 当时 我感觉黑暗中 见到一盏明灯 在林师兄帮助下 我运用 心灵法门的 三大法宝 念经 许愿 放生 至今 女儿病情稳定 且恢复良好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 救了我女儿 感恩 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 继续分享到 分享二 2021年9月的一天晚上 我接到家人电话说 弟弟出车祸了 我当时第一时间就想到 求观世音菩萨妈妈 并马上念诵心灵密码 许愿帮弟弟放生 即念小房子 弟弟伤识不清 耳洞流血 检查是耳上方 头骨有裂痕 医生评估要做三次 微创手术 他在医院期间 我不断帮他念小房子 和放生 每天求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弟弟 早日康复 一星期后传来喜讯 弟弟恢复正常 不用做手术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有求必应 感恩师兄的分享 分享三 2022年春节过后 香港新冠疫情迅速扩散 元宵节晚上 孙子突然发烧 检测结果呈阳性 接听儿子电话 我双腿发抖 立即哭着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孙子 消灾解难 早日康复 第二天 我将此事告知林师兄 林师兄安慰我 叫我别害怕 还结缘小房子给我 因为疫情相当严重 不幸的是 儿子和媳妇也相继感染 我担心害怕 以至于小房子都念不出来 林师兄以及其他师兄 每天给我电话 并不断安慰 鼓励 继续结缘小房子给我 不是亲人 圣死亲人的师兄 令我倍增信心 以感动落泪 经过许愿 放生 和烧送小房子 儿子一家三口检验 已转阴性 在此深深感恩 伟大的慈父恩师 带给我们这么好的法门 书上的法门 帮助我一次次渡过难关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台长讲一个小笑话 给大家听听 我每一次讲个笑话 它都有含义的 说一个军乐队在演奏 将军走到击鼓手的面前说 你要给我注意工作态度 击鼓手打鼓的人 他傻傻的感到莫名其妙 工作态度怎么不好了 将军 将军说 你看人家拉小提琴的 两个手到现在没有停过 看看你举着两根木棍 半天才打一下 这个鼓手说 我是按照乐谱演奏的 不能一直敲打将军 这个将军非常不开心的说 我不看谱子 我只看到你一直在偷懒 这个鼓手气得不得了 打了三下 咚咚咚 心里想你给我滚滚滚吧 学博人对自己不懂的事情 不要妄加评论 否则一定会造口验 我们学博人要懂因果 知因缘 情守善业 一定会修成 人间菩萨的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观音菩萨 慈行引 慈悲度注 暖人心 脱离红尘 修本性 心灵解脱 慈悲行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